我在银行工作不到半年我就辞职了 也可以说我是被开除的 原因就是跟曾经贷款的客户说了句实话 让客户省了几十万的利息 既然已经被开除了 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我一定要揭秘在银行贷款省钱的细节 接下来我说的就是核心 记住一定要先点赞收藏 加关注多看两遍 不然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了 记住买房子做贷款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提前还款 不提前还款等于你的下半生 就在给银行打工 还款的时候呢 不管银行会不会告诉你 你一定要要求银行把你的还款方式 改成月供不变 还款年限缩短 不要选择银行默认的月供变少 年限不变 举个例子 假如说贷款一百万的话 按揭三十年 已经还了两年 准备提前还款十万 如果选择期限不变 月供减少的话 利息只能省几万块钱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 年限减少 月供不变 利息能省多少吗 说出来真的能下到你 能省下二十五万左右 就是这种还款方式 月供压力没有变化 还能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利息 QA的部分量开 Ghzalzi 游费为3205万左右 因此从月供不变化